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Little Solo Art 我是小谷 今天我跟大家介绍这幅画 都很容易画的 希望大家都喜欢 首先我们要预备的就是 Aquilic Marker 塑胶彩的marker 和油粉彩 Oil Pastel 这个Aquilic Marker是最近3月份出产的 它有48个色 是很足够用的 因为Bright Color和Earth Tone Color都有 还有一个手画 它有4层 所以 收纳都很方便 这个marker的笔嘴都很好 它都很柔软 当你画好细节的细节 都很容易控制 有兴趣都可以上网看这个牌子 Oil Pastel是今次这幅画最主打用的物料 这个法国牌子的Oil Pastel 我是最喜欢的 它的质地非常柔软 这个sketch book就是今次我用来画这幅画的 大概是160磅左右 它的纸质也挺厚的 它是米白色 不是白色 所以它出来的颜色 就会暖和感敞一点 首先我们用Aquilic Marker打光底色 所以这个步骤是很容易的 我最主要就是用Earth Tone的颜色 比较柔和一点 然后在对的地方就先做底色 因为之后我们再用Oil Pastel 加一些阴影细节位上去的时候 看上去就会漂亮很多 这个步骤虽然是比较简单 但是我们用那个时候的颜色配搭 我们要好好编排 所以这些上架 我也是很随意地用一些 Pastel的颜色 画了那个边就可以了 中间这里有一个盆栽 你画叶的时候也是很轻松 这样跟适合的方向 画一些叶的纹理就可以了 如果你可以挑选一些深色 或者是浅色的绿色marker 它表达前后的感觉 就更加理想了 好 接着我们画完了 我们就开始用Oil Pastel来打底 Oil Pastel 它画其实就很容易 它出来的感觉 亦都是比较粗糙 是有Texture 放一些有阴影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用深啡色 来画作为阴影 当然我们画阴影的时候 就不是全部都要画阴影 否则 你就见不到有光暗的分别 多数我们就是要预计到 究竟它的光位和暗位在哪里 然后我们才下墨 尤其是摘蚝位 你看到摘蚝位 我会更加 用这个 比较灰绿色 来做一个阴影 那我就盖上了在啡色的地方 出来看起来就会好自然好多了 如果你只是用单一的啡色 阴影就会很平淡 也不会有一个立体的感觉 我们编排阴影的时候 当然我们是要 知道我们的光位在哪里 所以落阴影的时候 才会落得准确一点 这张桌子的下面 当然是很暗 所以我是不会单一用一个色的 我是混合这个灰蓝色 令到那些阴影 是有多几个色 这个黑蓝色 我是最喜欢的 那么它是令到整个线条 是突出很多 记住 不要落太多 只是我们知道 哪些阴影是最需要 最深色 才落 和落的时候 我们也有 轻重的 感觉 如果不是 线条就会很生硬 很生硬 跟着就盖了在上面 和那个桌下 也都加一些 啡色 而这些书本 我们轻轻 用灰蓝色 做一些线条 就已经足够了 因为它们 不是一个主角 它们是配角 所以我们的色 色感 我们轻一点 就可以带出 就足够了 好 去盆栽 我们再用这个 一个比较深色的 黑绿色 做一些阴影 变了这个盆栽 看上去的绿色 就多些层次 也有前后感 最后就拿一个 浅绿色 做一些光位 这个花瓶 刚才我们用浅绿色 所以阴影 都加上浅绿色 看上去就和谐很多了 阴影 所以如果用阴影的颜色 当你混合于 刚才你用的 所有颜色 在一起 其实那个阴影 就会很自然 地板 当然是很深色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 黑啡色 Oilpacel 如果你用打圈的方法 去 拆一拆它 它就会有一个和谐和 和和的感觉 不过我自己本人就反而喜欢 Oilpacel出来的粗糙的纹粒 好这个相架就不是主角 所以我们轻轻的 去混和一些颜色 就已经足够了 这幅画很简单就画完了 希望这条片你看了之后 对于Oilpacel用的技巧 你们会认识多些 下一次用Oilpacel 就多些信心了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